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管机关决议9月1日起没有申请就进入的要开发 原来棉月县旁就是台湾一夜兰自然保留区 51.89公顷的区域有着享誉国际的野生兰花 从民国81年开始就依法保护 现在大批游客涌入棉月县不少人根本没申请 主管机关说入山要申请是从去年8月就一直宣导 确定从9月开始落实管理 而且每日的入山人数500 透过法令控管上山人数期待可以遏止乱象 也提醒游客出门玩记得带功德心 别破坏大自然 三立新闻六国雄 朱宇荣嘉义报道